今天我们要来深度了解这个 大疆迷你3pro的所有这个功能 尤其是呢 升级了这一个镜头之后的画面呢 是可以达到这个4K60帧画面 当然还有这一个延时摄影呢 是我最爱的这个新的功能 那这视频的前半段呢 就是浏览一遍这个我们的这个 带屏遥控器上的所有的设置 后半段呢 则会深入了解每一个拍摄的这个模式 如果你已经很熟悉了设置呢 那么直接可以跳到这一个时间点呢 去看看所有的飞行模式的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那首先你们现在看的呢 就是这个带屏幕的这个遥控器上呢 左下角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地图 点开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地图 然后呢 你可以变化这个不同的显示方式的 比如说地图里左上角呢 可以让呢 这个北方呢 一直作为你这个地图上的这一个标准的 那么我们再点一下之后呢 我们可以自由旋转我们的这一个地图 它会根据我们的这个遥控器的 这个方向不同呢而去改变 那么右下角这里呢 就是更换地图变成这个雷达显示 然后呢 我们只要点击这个地图的中间呢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屏幕了 好我们先把这个地图先缩小 按下左下角这个 左边这些字母呢 这个H跟D呢 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飞行人的速度和高度 然后左边这个箭头向上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起飞的按钮 点击后只需要在画面中间长按呢 就能起飞了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的模式 现在呢 是普通档 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遥控器里呢 更换我们这个平稳档 或者是这个运动档 那平稳档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其实是会更稳定的 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的速度呢 会比较慢 那么下一个这里谨慎起飞呢 就是系统显示这个无人机的状态了 所有的无人机的状态呢 不管是电池耗尽 还是什么样的状态 都会在这里显示的 那么右边这一个95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电池的容量 那么点击一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一个资料 然后这一个旁边的这个信号呢 就是我们这个遥控器和无人机连接的 这个信号的强度 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无人机失去这个信号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视觉传感器 视觉传感器的旁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GPS的信号了 右上角这三个点呢 就是设置 我们等一下才会进入深入了解的 我们先看看右下角呢 更换自动曝光拍摄模式呢 或者是这个手动曝光拍摄模式的 拍照的话呢 手动曝光就能选择这个照片格式 照片尺寸存储等等等等的这些设定呢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转成这个自动曝光模式的 上面一点呢 这个符号就是我们这个所拍摄的媒体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SD卡里面的 所有的这一个照片呢 或者视频的 那再上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拍摄的按钮了 那么我们拍摄按钮的这个左边呢 就是这个放大缩小的这个按钮 放大缩小的按钮的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自动聚焦或者手动聚焦的这一个按钮 那如果是手动聚焦呢 我们就要长按这一个按钮呢 你就可以转换成这个设置我们的这一个手动的这个聚焦了 迷你3pro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转成这个直立式拍摄的 我们就按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云台这个镜头呢 就会转换成这个直立式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按钮呢 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拍摄模式 拍照呢 有这些单拍48MP AB连拍连拍定时等等 那么录像呢 也有普通慢动作或者这个大师镜头 一键短片 延时摄影 全景等等等等不同的这个拍摄模式的 等一下呢 我们一一的进入这个所有的模式来去深度了解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去看看我们右上角的这个设置 那么点进去这里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第一页这里安全这里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选项是这个避障行为的 避障行为呢 就是当我们的无人机遇到这个障碍物之后呢 它是要怎样去避开这个障碍物的 你可以是选择沙停或者是绕行 因为这个迷你3pro的这个绕行呢 我觉得还不是不太的稳定 因为呢 它只是有前面和后面的这一个传感器的 一直以来 我都不是太相信这一个传感器所带来的这个敏感度 可以的话呢 它的避障行为 我大多数情况都会选择这一个沙停来 作为主要的这一个功能 当然这个雷达图呢 就是可以显示出 如果我们遇到这个障碍物之后呢 它会出现红色的这一个符号 接下来就是这个虚拟护栏 这一个是可以限制你自己的这个飞行距离或者高度 这样子呢 可以保护你其实是避免飞太高或者飞太远 然后有时候呢 还会触犯你这个当地的法律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返航的高度 当你的无人机失联的话呢 它会先飞行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 才开始这个返航的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返航上的这个路途呢 有障碍物 比如说树木等等的 那么设定一定的高度之后呢 才让我们的无人机返航时会比较安全 那么我这里设置呢 是大概100米 更新返航点呢 就是你飞到某个特定的点之后呢 你需要更新你这一个返航点的话 你只需要按下这一个按钮呢 就可以了 传感器的状态呢 我们可以 调准我们这个指南针 或者这个MMU的MMU呢 其实就是你这个无人机测量速度 或者你用个飞行高度等等的测量仪 电池呢 你可以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你的电池信息呢 可以看到你的电池电压温度等等等等 那么飞行解禁呢 就是当你得到P主在某个禁飞区飞的时候呢 你可以进去这个飞行解禁这里呢 申请这个解禁书 然后呢 就可以在这个禁飞区去飞行了 那么找飞机这个设定呢 就是可以在你的无人机失联时呢 通过GBS锁定的位置 去找到你这个无人机的 里面有一个功能呢 是可以让这个无人机发动这一个声音 来方便你去寻找的时候 寻找到它的位置的 飞机失联行为呢 我是设置这个返航的 然后还有就是 故障时摇杆像这样子拉下呢 就能让我们的这个僵液停止 但我本身呢 是从来没有试过故障 然后呢 让我们这个僵液在空中停止 因为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它在高空时候掉下去 可能下面有行人 或者是其他的物体呢 会砸中它呢 会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呢 在每次飞行之前 要千万要检查你这个无人机呢 是不是有在最好的状态下去飞行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去到第二个页面 就是我们的操控 那么操控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单位的 我们可以是用米或者是公里 接下来这个云台模式呢 你可以选择是跟随模式 或者FPV模式的 跟随模式呢 就是普通的这一种 跟拍的这种镜头 FPV模式呢 就是当你在转弯的时候呢 我们镜头是稍微可以向左倾斜 或者向右倾斜的这种 尾FPV的这种模式 云台高级设置呢 就是我们可以设置我们这个云台 更加仔细 更加细节的内容 比如说它的速度 它的平滑度 等等等等的所有设置 这里就不多说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去改变这个设置的 云台校准这里呢 你可以自动校准 或者手动校准 那么摇杆模式呢 我这里是通常是使用美国手 当然你可以换成这个日本手 中国手 或者自定义你自己的这个操作杆 高级设置这里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去改变你的这个设置 那么大疆 其实呢 也有这一个飞行教学的 你们可以自己看看一下 这个室外飞行教学里面的 所有的这一些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去 这个拍摄的页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 视频格式 有这个MP4 或者MOV的 然后呢 色彩呢 可以选择普通 或者D-Cine light D-Cine light呢 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色彩 为什么呢 它是可以拍 10bit的这个色彩 辨码格式呢 是可以选择 H.265 或者是H.264的 那么视频的字幕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 录制我们这个 无人机的画面的时候 它会产生所有的这些信息呢 在我们这个无人机的 这一个画面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 在播放器里面呢 关掉我们的这个字幕 也就是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信息 那如果你觉得不需要 包括这些字幕 在你的这个画面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关掉的 直方图呢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直方图呢 来调主曝光的 峰值等级呢 就是在我们的手动控制 我们的相机的聚焦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这一个 在聚焦范围里面的这个物体呢 周边它会显示出 这一个颜色的 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对焦的这个范围呢 是在哪里的 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移动我的这个聚焦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聚焦点是在转换的 你可以看到聚焦的范围会显示红色的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红色的区域呢 是已经被聚焦 过报提示呢 会在你的画面曝光的位置呢 出现这个斑马纹 那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是让这个画面曝光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在曝光的部分呢 就出现了这个斑马纹的状态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调整你的设定呢 让我们这个斑马纹的地方呢 消失 这样子你的曝光呢 是得到最准确的曝光了 辅助线呢 你也可以开启所有的辅助线 来让你更好的去调整你的画面 或者是你可以关闭 白平衡呢 你可以换成手动或者自动的 通常我都会让它变成自动就好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存储的位置 就是可以用SD卡 或者呢 飞机自带的这个存储 但是飞机自带的存储呢 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呢 我提醒大家 尽量在无时无刻呢 都是使用我们这个SD卡来录制 右盘模式呢 就是开启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关闭我们的图传 录制视频时进行缓存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拍摄的画面呢 缓存在我们这个带屏的遥控器上面 但是前提呢 你需要在我们的这个遥控器上面呢 放入一个这个SD卡的 那么我们图传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无人机连接这个 我们的带屏的遥控器上面的这个信号 大多数情况下呢 我觉得放下这个双屏呢 其实就没有太多的问题了 除非你可以试试看 不同的2.4或者5.8 不同的这个频道呢 可能会对你这个遥控器 跟无人机的这个信号的连接呢 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那最后最后的一页呢 就是我们所有这个关于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里面呢 是有你这个设备的名称啦 Wi-Fi名称等等等等的 这些信号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到户外 一一看所有的这些 不同的飞行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户外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 看我们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模式 拍照录影 所有的模式我们都一一的去看一下的 好 那么我们的遥控器的左边这个上升呢 其实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把我们这个摇杆向下拉 另外一种呢 是在屏幕上面 你可以看到可以有这个起飞的这个按钮 按下起飞的按钮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无人机 已经是起飞的状态了 当然我们起飞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需要是 直立式拍摄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一个按钮 那我们这里呢 是用这个横拍的这个模式去进行这个拍摄的 那首先呢 你可以在旁边的这一个模式这里看到呢 我们这里有单拍 单拍的模式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普通的拍照 可以按下我们的这一个 带屏的遥控器上面的这个按钮呢 或者你可以按你的遥控器这个白色的按钮呢 也是一样可以拍照的 然后那我们看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48MP 也就是48MP的意思 可以非常非常高兴 我们拍48MP的这个照片呢 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让它进行这个调整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AEB连拍呢 你可以看到有这个3或者5的这个选择的 那么这个连拍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无人机呢 它是拍摄3到5张不同的这个曝光的画面 然后呢把它结合成为一张照片的 当然那个结合的这个步骤呢 是需要我们后置的时候自己去结合的 那如果我这里选择3的话呢 你可以按下拍摄的话呢 连续拍摄三张不同曝光的这个照片的 点进去我们的媒体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AEB的这个素材 这个照片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下面有一个选择 选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三张 这个是低曝光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高曝光 然后一个是中间的正常曝光 阴影跟我们高光部分呢 都可以保留那个细节的 好了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模式呢 就是我们连拍模式 连拍就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可以选择3到7张这个连拍 对于那些拍摄运动的这个拍摄的话呢 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快速的连续拍摄7张 那么接下来这个模式呢 就是定时拍摄 定时拍摄呢是可以从2秒到60秒 比如说我设定15秒的话 那么我们无人机会每间隔15秒 那拍摄这个画面的 那我们这里做个释放 我们用这个3秒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每3秒 它就拍一张照片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相机 让它不同的方向去进行这个拍摄的 好了这就是 大致上所有拍照的这个模式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录像 录像呢当然我们可以有这个普通 跟这个慢动作的 那么普通呢 按下这个录影的按钮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录制 这个录影拍摄了 然后呢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定呢 也可以手动去控制的 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有这个4K画面 或者2.7K 或者1080P画质 当然我建议是尽量 无时无刻都是录制这个4K的 来确保你是得到这个最高最高这个画质的 当然我的色彩呢 这里也建议大家是用DCD light 这样子呢我们才有更多这个10bit的颜色呢 是被录制进来的 好了那么我们进入我们这个慢动作的模式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质呢从4K变成1080了 那么我们的慢动作呢最高是可以去到120帧画面而已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录制这个汽车行走的画面 好了那么看完我们这个录像的这个模式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重点呢就是这个大师镜头 大师镜头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呢 会拍摄一系列的不一样的这个无人机运镜呢 然后涵盖了大多数可以用的这个运镜呢 它是自动的去完成这些镜头的 这样子你是可以非常方便的 尤其是新手呢不需要去学会太多的这个运镜呢 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很好看的这种运镜了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呢看到我们是需要在画面先用我们的手 先点选拍摄的主体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预计拍摄时长 你可以看它的宽度大中小 长度呢也是大中小高度呢也是大中小的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设定呢换成小之后我们来试试看录制 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我们只要按下start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已经在进行这个位置调整中 这个是一个渐元运镜 那么你可以在左下角这个地图这里呢可以看到其实有这个预设好这个飞行路线的 好这个时候呢是抬头前飞的这个轨道 然后呢静紧环绕 它是环绕的同时呢我们的镜头是向前拉近的 非常的非常的准确和有这个完美的去执行我们这个运镜的 那我觉得在拍摄这种自动化的这种大疆内建的这个预设轨道 比如说这个大师镜头等等的时候呢 尽量先确保呢你的周围呢是没有这个障碍屋的这样子呢 在拍摄的时候会才不会遇上这种炸击的这种情况发生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还要完成所有的这个运镜呢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大概是需要五分钟吧 这一个这个运镜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可以让你看到整体的那个感觉 好了拍摄完了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它是在返回中的 返回了之后呢 我相信它就需要一点时间去重新调整它的这一个设置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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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把我们的宽度长度呢全部变成大的话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你可以从左下角这个地图那里看到呢我们的预设的轨道呢是变得更加云更加的这个大了 比较起我们调整小的这个轨道的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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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